! 太扯了 太扯了 呀 m 我完了我死了 我說uire 我死了 啊 啊 我死了 太扯了 这种冰果啦 这种冰果啦 最爱湖东 行不足 绿阳阴里 白沙滴 是 绿把西湖比西子 蛋壮龙墨增加 一季西湖六月中 风光不与四季 山外青山楼外楼 西湖不与几十修 一郊蓝醉一世行 三四月中旬 你会去庭审上看草头 可以 更成有 冬坡肉的主料和造型大同小异 主料都是半肥半瘦的猪肉 成品菜都是马的真正气气的马酱块 红的透亮色入马脑 你有什么感想吃完这个肉 我觉得和受害了没有什么区别 等一下 嗯 我 你再尝一口 来 我再尝一口 我现在称号为 是 呃 吃播煮播的一种 这个肉肥而不腻 肥中带瘦 就是和普通的冬坡肉完全 就没有合比性 啊 这样吗 对的 原有五年 五月六月间 这四一带大于不止 太湖泛滥 庄家大瓶被烟 由于苏氏即早采取有效措施 使这四一带的人民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它组织民众 舒俊西湖 铸地建桥 使西湖旧貌变青年 黄州的老百姓很感兴苏氏做的这些好事 听说他在许州黄州时最喜欢吃猪肉 于是到过年的时候 大家就抬猪淡酒来给他拜年 苏氏收到后 便指点家人将肉切成方块 烧得红酥酥的 然后分送给参加舒俊西湖的民工们吃 大家吃后无不争及 把他送来的肉亲切地称为东坡肉 谢谢 为什么你是这样的表情呢 这个东坡肉啊 真的是做的又肥又腻 完全没有丝毫的瘦肉 做作为楼崖楼崖楼 做一个杭帮菜的知名品牌 这个东坡肉果然是名目虚传 就与上海的东坡肉 干净的丝毫的可比性 就是这简直就已经刷新了 我对于东坡肉认知的下限了 这个东坡肉在爽口配 爽口的西瓜吃 丝毫都不解腻 还是那么的腻 丝毫都不解腻 丝毫都不解腻